這位仙女請問你下凡來幹嘛 跟大家搶Note10 還有Note10 Plus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Tim嫂 這一次Tim哥不在我來帶他出真 這一次在我手上的就是Note10 Plus 那他這次出的是 星環銀跟星環白銀 那只有星環銀 它裡面Note10的顏色是藍色 是S Pen啊謝謝 對不起他的Pen是藍色是撞色可以嗎 然後他這一次我覺得有幾大亮點 那當然最大的亮點就是他S Pen的部分 他有幾個操作 我現在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以往我們用S Pen在記錄東西的時候 最後我們都只能存成PDF檔 那他這一次是可以轉換成Word檔 然後甚至是比如說 OK今天Tim哥叫我要還手機 那我就寫還 玩手機很重要嗎 然後第二個是 然後去拿衣服 那因為他有比如說有好幾項 要執行的代辦事項呢 那但是呢 比如說字真的太醜了 然後我老公看不懂 那我們就點一下 往下拉 欸我就其實往下拉 這邊下面呢 它有一個可以把字體轉成 轉換為文字 有沒有大家有看到嗎 有 然後你就轉換 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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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電視有點問題 再給你一次重新好好寫字的機會 好 比如說呢 像我們 我要 我跟Tim哥呢 可能會有共同的 一個 一個進度 那比如說我要回娘家 然後我希望他去拿衣服 那麼回娘家是我的事情啊 拿衣服是他的 所以我可以把 拿衣服這件事情 特別標注顏色 然後讓他知道說 他該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把拿衣服呢 下面有一個 OK 換顏色的 然後把它變成藍色 藍色 OK 然後就 你看一直塗 塗完之後呢 欸 他就會變成藍色的 那就直接告訴他說 欸 藍色是你要做的事情喔 然後這個回娘家 是我要做的事情 可是呢 如果說 欸 他覺得我字實在太醜了 他看不懂 那我就來把它變成 把 把它變成 框起來之後呢 讓他轉換 轉換 欸 自動變成 回娘家 拿衣服 欸這次自寫漂亮 儲存之後呢 通常都是PDF檔嘛 但是欸 你這次可以把它變成 Microsoft的 Word的檔 然後 傳到 比如說家庭群組啊 或者是 呃 自己的 email帳號之類的 嗯 好 以往呢 他們錄影呢 我們大家覺得 欸 其他手機幾乎的那個模式 都是說 萌拍嘛 萌拍 你就會覺得 它都已經是自訂的那種 很規格式的東西 我覺得還好 可是這一次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是 它可以自己畫喔 畫的那個 線條呢 它就會跟著主角走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它有一個畫圖的功能在這裡 點下去有沒有 對啊 好 我開始要畫它了 來 好 那你先不要動 我怕我畫歪 好 我怕畫歪 先幫你畫一個可愛的腮紅 然後 畫愛心在旁邊 欸 欸 我真的 手好抖喔 你不要抖 不管了 就這樣吧 然後開始錄影 你可以出去了 欸我人又見了 欸我又進來了 欸 你又出去了 它就會尋找臉部 好 它這次有個 即時景深預覽的功能 然後像Tim嫂現在在這裡 它背景已經是景深了嘛 那切下一個 欸 你現在超美的 因為後面的顏色 藍色全部變成黑色 只剩你有顏色 我就是你們的焦點 好了 我覺得夠了 然後最後一個 有個雜訊的功能 就會有一種很 背景會看起來 有 漫畫的感覺 對對對 它有抽色 對 嘿 這位妙麗請問你在幹嘛 它這次呢 S-Pen呢 就是可以直接 因為像我們之前 上一代的呢 它是可以 欸 遠端遙控按一下 它就是快門鍵 就是可以直接拍照 但它這一次呢 是可以直接 透過S-Pen呢 你動一下 它就切換 拍照或攝影模式 或者是前後鏡頭的拍攝 以上呢 剛剛為大家實測呢 就是我這一次覺得 它是最酷的兩個點 那剩下的呢 有更多的功能 及評測 還有它的規格 詳細規格呢 會由Tim哥呢 下午4點呢 會發片為大家 一一解說喔 記得收看 記得訂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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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